讲讲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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讲 台南的那一代 但是那一代 现在环保率是比较高的 地方政府也有在管制 所以他们就被赶 现在都赶到玉米 特别是北港这个地方 因为这种工厂 非常的污染 而且非常的讨人业 他在柔皮那个过程是非常臭的 很臭 污染又非常严重 而且他还有重金属的问题 因为他柔可需要那个弱 就整个小村庄 七八家 这个工厂在那边 那个当地居民就受不了 就起来抗争了 公安就分 那时候就是县长选举要到了 所以县政府就起来安抚 就叫这些工厂停工 但是听说这些工厂都是现场的进主 他就说先递过这个风头 要不然这些人会影响我的选情 就叫他停工 停工完他就要复工 他就要申请复工 复工 不知道是故意的还是怎样 就叫我去当委员去审 我就看到很多那个平哥大 跟平哥大的老师 就说你这个工厂很有诚意 这个改善 这样子做了就不会有污染了 然后轮到我讲的时候我就 我就说请问你 你那个水是从哪里来的 他就不敢回答 当然是抽地下水 然后另外那个老师说 他才缓郎大悟 他那个水源是违法的 然后他就说我不省了 对他刚才还煞有几次的 看他那个污染处理的设备 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 他就说不要省了不要省了 这个当然不给你过 对给你过我就 这个被人家耻笑了 对好 那后来我们去追 追踪了就发现很离谱 这个工厂 现在我叫他停工的理由 是因为他没有工厂登记 不是因为他制造污染 是因为他没有工厂登记 那我就问环保局说 没有工厂登记 为什么有排放许可 排放许可 那个是你要有合格 合法的工厂才可以去申请 排放许可 那这个先生我就回答说 只要是有取得工业局的辅导的证明的工厂 就可以来申请排放许可 那我就问 难道你不知道 这些工厂 设在那个地方一定是抽地下水吗 而且都是打申请 那个一个皮革厂 他一天抽的水量少折三千吨 高的超过两万吨 那个量是非常大 而且是天天抽 那个农民是插秧的时候 还有一些特殊的时候 他才会抽地下水 那个工厂是打申请天天抽 所以先生不就把他推给工业局 说工业局辅导他来的 所以你就看到一个很离谱的一个现象 工业局 他没有看到一大堆工业区 都空着没有人 没有人要去吗 对不对 结果他还把他辅导到特定农业区 辅导到全云林地下水位最低的北港 而且是抑下水管市区 你不知道他在那边一定没有水 一定是打申请抽地下水吗 他知道吗 要装伞 对 所以这边我们就可以看到了 很多问题其实政府就是乱源 经济部就是乱源 所以才会让在地层下限最严重的地方 那一样我们再看中科的历史也是这样 对 那幸好这个高等这个行政法院还有一点道德良知 所以这次这个我们终于看到一个比较好的一个案例 判例 就是高等行政法院判这个中科事情 要那个历史开发 那那个是无效的 对 很重要一个理由 他的国土规划 错误的 怎么把这种高污染的会引起突然污染跟水污染的工业设在一个全国最精华的农业地带的核心 20是什么 左水溪冲击散最清华的地方 评估出来 台湾少数全镇百分之百都适合农作的地方 没有一块地是不肥的 这种地方你要在他的中间设一个制造重金属污染的一大堆毒污的所谓的科学研究 这当然是国土规划的错误 对 但是他可能的原因是什么 他为什么会这样做 那个都是政治因素 很多科学研究的开发都是政治因素 南科也是啊 南科当初在争取最佳日 高雄露竹跟台南的新市在争了 那后来这个台南的新市破旋 理由说我们这边有水 就后来发现说正好相反 露竹才有水 新市没有水 所以为了南科的用水又去盖美容水库 不只没有水还会淹水 只有政府又发了几十亿去解决南科的淹水的问题 这只要是当初的国科会主委 是台南淹水人 是这个县长陈堂山的同向 所以那时候就给他 但是后来南科厂商都不去嘛 因为没水又有淹水 所以他后来还是去设了一个入竹科学研究 又去设了一个入竹科学研究 所以那个都是政治考量 一样啦 当初那个中科士奇是为友达量身定做的 其实友达也不想在那边 他是被经济部压着去那边的 为了要让这些彰化的地方 正科有理由去炒地底 你知道那个云林 六青引进六青的那个云林现场是廖泉玉 在云林外号叫做廖泉玉 他为了这个六青的开发 他获利千亿怎么来着 那他不可能是去跟六青拿着钱 他去炒周遭的地底 他们去炒地底 炒地底 所以包括说前几年我们在云林反国光石化 国光石化本来是在要去云林的 后来被我们赶到彰化去 我们就遇到一个难题 当地的余温业者都赞成国光石化 他们反对台说炼钢 但是他们赞成国光石化 那我们就很疼痛了 幸好有科农 科农是没有土地的 所以他们坚决反到底 这些有土地的余温业者 每个都赞成国光石化 为什么 因为之前六青在开发的时候 他们就跟着去炒地底 所以他们把他们的余温拿去抵押 跟着人家去炒地底 想说六青来之后 这个地方会发展 十万人的新市政 结果每个人都被套牢了 那再加上六青来之后 那个养殖的环境差很多 所以他余货的收入也减少了 所以他唯一的指望就是国家来征收他的土地才有办法解套 所以他那时候就产生这样的一个矛盾 他知道来这个是污染的工业不好 但是这个是他唯一可以解套的方式 所以台湾很多的这种大型公共工程都跟炒地底 地方争配要炒地底有关系 那么现在包括那个中科 包括他衍生的这个农业用水调波 那个农业用水调波很离谱 他本来从每天将近十八万吨的用水 现在已经降成两万吨了 他居然还要做那个用水调波的工程 那个工程总共要花超过四十亿 我说两万吨的用水有这么难吗 有很多种方法可以解决 假设这个我们拿这个環保署最喜欢用的底换 他现在都用了什么 空污抵换 你种树你减少污染 我给你盖新的厂 新的店长 六星也是这样 那我说那为什么中科不能抵换 你帮水利鼠盖几个人工湖啊 你不是说那个人工湖 一下子补助效果很好 那你只要花三亿盖一个人工湖 那我准你在这个地方打一口井 抽五年 对 五年之后就把它封掉 那不是就解决了 花不到十亿 为什么要花四十亿 那事实上他们为什么不要 这样他们地方政客就没有工程可以报了 都都是这样子 那这一句